怎么样 医生 没问题吧 检查结果 检查结果怎么了 检查结果就是 你的脑部长了一个瘤子 医学术语叫做 脑胶质瘤 脑胶质瘤 什么意思啊 这是一种 颅内血流 现在已经向恶性扩散 就是通常所说的 癌症 我 我 不可能特害怕 我之前做过检查的 状况都是好的 没问题啊 恶性脑胶质瘤 体积小 潜伏期短 一般也就是两三个月时间就能发作 你的瘤子体积小 但是位置很深 周围有很多的重要结构 如果手术的话会非常危险 几乎不可能成功 那没别的办法呢 这样吧 我帮你留意一下 按照一般 从经验来看 即使有治愈的可能性 也会有后遗症 就是脑部神经受损的 毕竟是脑部手术 你们很多神经是站在一起的 如果是后遗症 如果是手术有什么不好的结果的话 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比如说 一步瘫痪 或者是 证明之类的 那如果我不接受手术 或是 不接受任何治疗的话 我要多少时间 那我还估计 你就是半年左右吧 我只能说 我能不能估计 这个背景 我需要自然的 你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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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终于 你会增加 你会增加 我 还想吃什么 我再买给你 这么多啊 够了 依然说过女孩子 不能多吃甜食的 上车子 你怎么想到 下午来看我了 我想依恋了 你想我了 就可以随时来看我啊 是啊 我现在不就来了吗 好吃吗 还行吧 要求还挺多 依恋啊 我有话想跟你说 说吧 你跟依然生活了这么多年 对依然来说呢 你是最重要的人 而在我的生命中呢 你跟依然 就是最重要的人 我心里边特别想一直守护在你们身边 去好好照顾你们两个 你现在就一直在我们身边啊 少雨帅哥 你怎么了 没怎么 没事 那我问你啊 我如果不在你们身边了 你会不会想我 你会不会想我 我还有天乐呢 我要你呢 对我好 也要对依然呢 更好 我要让你 天天让我们开心 我要让你 天天让我们开心 我要让你 天天让我们开心 这样呢 我就会天天天天想你的 可是 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去做 以后不能经常在你们身边了 那 你以后 你以后 就不能说我 去上幼儿园 借我放学吗 你以后 就不能和我一起玩拼图 给我讲小王子的故事 让我骑在你的肩膀上 骑高马吗 不能了 那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 我骑你了 骑你的 秦儿 你好 我们店里动画片就这么多了 谢谢啊 管他在哪儿 管他在那边 我们在脑部找了一个瘤子 医学处语叫做脑胶质瘤 现在已经向恶性扩散 我所说的话非常危险 几乎不可能成功 即使有治愈的可能性 也会后遗症 比如说预部瘫痪 或者是失明指引 只要跟你在一起 没钱我也会很快乐 我们在脑部找了一个瘤子 赵总 来这张 你也来一口 来一口 我回来啦 回来了 来这儿呢 累了吧 来 快坐这儿 来 行 帮我给我 好 对了 我给你煮了婴儿莲子羹 我盛给你 好 好 买了这么多动画片啊 正好刚刚路过音像店 直到依恋爱看动画片 我就多买了几张 是吗 这依恋要开心死了 是啊 来 尝尝我为你精心熬制的 婴儿莲子羹 我自己来吧 我给你 怎么样好吃吗 好甜啊 再来一口 好喝 我还在想呢 等过两天咱们俩串修一下 带着依恋去郊区玩一下吧 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放松放松 好 就这么定了 来 嗯 对了 你买这个辣饼小心啊 太对了 伊莲特别特别喜欢看这个 让她还老跟我演吗 妈妈妈妈 我总觉得我肚子里面 好像有一百只道像 笨笨笨的跑过 她演得特别好 老师我们三个一起看 嗯 来 嗯 麻烦你交给她 谢谢 小丹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你真的 和那个人 说实话 我有点不太相信 事与愿违 事与愿违 但人总要继续生活下去 也许我做了错误的选择 留给时间来拼盘 如果这是真的 我觉着 你会后悔的 难道你从来不后悔吗 可我们有什么办法 随她去吧 我不管 随便她为什么离开我 这段感情对我来说 太刻骨铭心了 我只是不希望 以后回忆起来的时候 觉得自己什么都没给过她 这五十万 是我对她的承诺 又是对自己的承诺 我只是希望 我只是希望 在她的生活里 能有那么一点点幸福 是我给的 兄弟 嗯 他们 他就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没事 多大点事 好 詞曲 李宗盛 你最嚮往的世界 别怕飞得多遥远 把一切留恋停在分别之前 没什么会觉得遗憾 眼泪笑了的瞬间 如果没有遇见你 谁来填满我的梦 我愿变成你翅膀下的微风 送便到那远方天空 感谢刻意遇见你 才了解怎样感动 回忆就算只有刹那会永恒 因为你拥有在我故事中 演唱 李宗盛 发飞得多遥远 把一切留恋停在分别之前 没什么会觉得遗憾 不管遇到什么事 都有我这个小太阳 眼泪笑了的瞬间 如果没有遇见你 谁来填满我的梦 我愿变成你 我愿变成你翅膀下的微风 送便到那远方天空 感谢刻意遇见你 抱歉 再了解怎样感动 回忆就算只有刹那会永恒 因为你又留在我故事中 我愿变成你 我愿变成你翅膀下的微风 我愿变成你 我愿变成你 因为我依然爱你 这 这管夫得也太凶了 咱过去看看吧 只要换作是你 我过去看你 你觉得心里舒服吗 你怎么得跟夏淡好好说说呢 你怎么不去跟夏淡好好说说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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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试试 那夏淡说得通了也得 这不都好好的吗 怎么突然就变这样了 这本来啊 没有这姓苏的 艾宝呢 挣这五十万 我觉得心里就幸福了 现在夏淡这一走吧 她就变得一贫如洗了 她幸福感一下没了 那你还帮她哭 你 你就让她哭出来吧 哭着她心里舒服 好 我听说能唱多好啊 你唱歌吗 你唱歌吗 对啊 唱歌曲 艾人 洗衣服是吗 给我换 不用 我就放在洗衣机里就行了 我去 我去 你跟这两个吃货聊聊天 看看电视 吃点水果 你太难忍了呀 惨死了 还有这男朋友啊 水都不让你忍沾 你再看看你 我怎么坐这也招着你了 躺着也能中枪啊 不过这 少语那变化挺大的啊 三百六十度大转变 怎么这是要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呀 真的是熬出头了 嗯 少语这让我看了 我都有点不习惯 你都不知道我在她家的时候啊 那甩手掌握 酱油瓶倒了不会服下 现在 爱情太不可思议了 不过 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了啊 在超市的时候也是 但是一点累活啊重活都不让我干 以前原来那些脾气性格都没有了 来 喝点牛奶 嗯 嗯 还有这洗衣粉还有没的在哪儿 嗯 嗯 柜子里啊 好 我帮你去拿吧 我去我去我去 喝多奶 我也要喝多奶 我的呢 看哪 看见了 这么实际 等一下 嗯 会不会有问题啊 她现在这么好 是不是做什么错事了 先卖一下乖什么的 我发现你吧 就是一贱皮子 人家不搭理你的时候吧 你说人没良心 人家要搭理你了 对你好了 你就怀疑这个 怀疑那个 那你还想让我们怎么做呀 是吧 嗯 我觉得邵宇现在不会了 我相信她 哎 您吃点啊 所以以后我问你在哪儿 哪儿就是我探邵宇的家 我所说的话非常危险 几乎不可能成功 我要你呢 对我好 也要对依然呢 更好 我要让你 天天让我们开心 这样呢 我就会天天天天想你的 即使有至于的可能性 也会后悦症 就是脑部神经受损 比如说 脑部痰瘫 或者是失明之类的 累了吧 卡布奇诺 你的最爱 我自己学学做的 你尝尝 好 好 好喝吗 好香啊 对了 你前两天说去医院看病 怎么样出结果了吗 没什么事 可是我多注意休息 规律点就好了 你这身子啊就是金贵 这刚多少活就受不了了 明天我休班去看看医院 算了吧 好不容易歇一天 还在家好好养养吧 想他了 我来吧医院 没事你歇会儿吧 你刚把完那边的货 没事 我多干点儿 你就少干点儿嘛 怎么了 这两天没日没夜地帮我 这是我的工作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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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吧 没事 你去歇着歇着 来 还有 以后撕这些货品上加签的时候 记得沾点水 别用指甲硬口 又伤指甲又伤皮肤的 别光说我傻 自己学着照顾着自己 我知道 去吧 歇着 去 我真的不累 那你累了就歇会儿啊 好 晚上有空吗 一起吃个饭 日料啊 可以 我四十分钟吧 我在玩具城给伊恋挑个玩具 一会儿见 你好 这是我们新推出的Hello Kitty 可以录音 您看 按一下左边这个是可以录音的 再按一下右边这个是可以听到您的声音 您试试 伊恋 伊恋 好 我拿个信了 好的 伊恋 我好想你 好想你 伊恋 我好想你 好想你 来 有什么话呀 非得上这儿说来 跟人家是不能说嘛 这不也有一段时间 咱俩没在一块儿吃个饭 喝个酒随便聊聊了 所以今儿就约这儿了呗 弄那么煽情 嗯 陈乐 咱这儿认识也有十年了吧 上大学那会儿我就喜欢跟你一块儿喝酒 听你在那儿耍品 我承认 那个时候我确实挺封闭的 挺多事跟你没那么坦诚 但在我心里边 我把你林田乐 当作我最好的朋友 这儿子 智青春哪 得嘞 来来来 都在酒里了 干了啊 我活到这个岁数啊 觉得最对不起的 嗯 最亏欠的 那个女人就是伊然了 我觉得我现在做什么事 其实都弥补不了什么 但我心里边还爱她 特别爱 但是我现在这种状况 什么都给不了她 嗯 我觉得呢 对不起她 不是 那你就好好对人家呗 你看啊 人什么都不要 就想跟你宅一块儿 不过我得表扬表扬你 最近表现不错啊 跟换雷人似的 继续保持 哎哎哎哎 不 你你啊 别老在那 梅兰妮的面前表现 她老拿我跟你比 这两天 老子老子都 冷嘲若讽 行 以后不让她看你 其实我一直也没时间 好好谢谢你 这之前是 依然在你那儿 你一直挺用心的 照顾他们娘俩 接着又是我 住到你那儿给你添了很多麻烦 我觉得 特别特别不好意思 来 第二杯酒 嘿 这话说的 见外了啊 添了 嗯 还有第三件事 嗯 我 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哦 什么事啊 就是如果 如果有一天 因为其他别的事 我离开你们了 离开了 你 你要去哪儿啊 不是我就随便一说 我就真离开了 你答应我件事 你说你说你说 替我好好照顾依然跟依恋 一丁点的委屈都不让他们受 行吗 我跟你说啊 你听好了 这照顾依然跟依恋这事呢 要靠你自己 你知道吗 你说这话我明白了 不是你 你什么意思啊乱七八糟 我发现你喝点酒还花挺多啊 哎 我就是瞎说 就咱换个边想 你真有什么事 我也一定会好好地照顾你 那肯定呢 这不用你说啊 就说你跟依然没这关系 我跟依然也是朋友 他要什么事我肯定得帮忙啊 对啊 我听众你说的这话 又干了 我这刚喝着一点 行行行 干干干干 哎 你干嘛这么盯着我啊 怎么啦 你看出什么了 我想把你的样子 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 想你的时候 就翻出来好好地看 你想我的时候 我就会在你身边啊 还用刻在脑子里啊 又 要刻的 记住 我爱你 我也爱你 我知道 让我抱抱你吧 来 来 真希望一辈子了 都能这样抱着你 我也是 抱着紧紧了 怎么这都过二十分钟了啊 那个别着急咱再等等 没准路上堵车呢 也应该快到了 小哥 没事 坐这边 李秘书 你这 李秘书 好久不见 不是 你 你什么 你什么意思啊 咱 咱 咱们这 这你 你带李秘书来干吗呀 咱们这 不是 你 你们这 你们现在 不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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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关系啊 看不出来吗 你有病吧 你有病吧你 谭潇雨 你 你们俩不合适 哪儿不合适啊 李秘义年轻漂亮 在事业上也能帮助我 我想不出哪儿不合适啊 这是你的决定 那谁的决定啊 我什么性格你不清楚吗 我自己不做决定 谁能比我呀 李秘书 那你那天跟我求婚的时候 说的话 做的事都是假的吗 你跟我说 你再也不会离开我跟依恋了 你会一辈子都留在我们身边的 是真的 但只是那个时候是真的 人嘛 有的时候会冲动啊 会说出一些没有想清楚的话嘛 我希望你不要太介意 也不要记得太深 忘了吧 一句不要介意 这一切都解释了吗 你干吗这么固执啊 很多事都要解释吗 那天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不要再来找我 不要再来烦我 不要再来骚扰我 义人 求你了义人 不要再来骚扰我 你别太过分我告诉你 他找云 你干吗呀 干吗呀林天乐 现在选出你了 英雄就美 对了 慌慌告诉你了李萌 以前就是因为我 他们两个没机会在一起 现在我撤了 你有机会了 你有位置 你们可以在一起了 不对 还有个美兰你吗 天哪 林天乐 你都想霸占啊 美兰你毅然你都要 左拥右抱 右掩抚 少羽 你好好说话 你给我闭嘴 我告诉你谭少羽 你侮辱我柯林 你别侮辱我朋友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你伤害我不要紧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这么做 你也要是知道了 他该多难受啊 他可是你的亲生女儿 你才刚刚跟他相认 你怎么舍得呢 亲生女儿 为什么舍不他呀 你不是我还想不起来 这事我没推敲过来 做个DNA吗 做个亲子鉴定吗 你说依恋是我的女儿 就是我的女儿 我还在想呢 有没有是这种可能 你跟其他人 生的这个孩子 让我当冤大头来眼 有没有这可能 我舍不你了 滚下 天哪 告诉你 我就是一个混蛋你 宇言 唐总 你没事 没事 你回家吧 你回家吧 这个我不能生啊 今天 谢谢你跟我演这出戏 演得很好 这你拿着 唐总 有些话 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但是我觉得 依然是个好女孩 我跟她相处过 我明白 你应该好好处理 你们之间的关系 这钱我不能收 我先回去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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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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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了啊 嗯 太不瞎话了 真是 你今天那拳给他太好了 要过去啪啪两嘴巴 我让他看看自己 说什么混蛋话呢 不是 以前别人跟我说话呀 我还不相信 还老帮他解释 这回我算是信了我跟你说 他当着依然的面 能说出那些话来 你说 这么多年哥们 我怎么就能看错了他了呢 这看依然这样多难受 咱们算是看着他们重逢 消除误会重新在一块 现在又到这个地步 我告诉你 谭少宇这个人极不负责任 完全想一出是一出 游着自己性子来是不是 我这回啊 也算是看透他了 哎 当着依然的面 就跟那什么李密啊 就那么亲热 咱就不说了 他居然说 说那依恋不是他亲生 你说多混蛋啊 哎呀我的天 行了别想了 现在依然也算是看清楚了 难受归难受 也不会伤害自己 咱们也都别想了 过去的都过去 多有好 别烦了 你说我能不烦吗 哎 这依俩跟谭少宇的 出事不说吧 这下单又闹着 跟这爱宝要分手 你说这最近都怎么了这是 他们俩又怎么了呀 我还不知道呢 这爱宝不在医院呢吗 我觉得我得找这下单 好好问问去 嗯 我陪你一块吧 你就别去了 你在家呀 好好看着他吧 他这心情啊肯定特别不好 我怕他出什么事 那边呢 我跟蕾蕾去就行了 啊 行 哎 你也确确下单啊 是 是 哎 该讲的道理也讲完了 该说得也说通了 该跟你妈说明白了 也说明白了 你 你说你现在 摆这么张脸给我们 你 什么意思啊 啊 不是 李爱宝同志 你要有什么要求 有什么需要 您说出来行吗 你不说出来我 我们哪儿猜得着啊 下单 这 这个呢 我们只能说帮你尽力 想想办法 行吗 小丹 我是天哥 有几句话呢 想对你说一说 你对了 你对着普通人 你对着普通人 都能时刻抱一微笑 你对一个你爱的 并解释 并解释你爱过的人 用得着这么绝情吗 艾宝 艾宝为了你 艾宝为了你 现在躺在病床上 腿都断着了 我就希望你 我就希望你以一个普通朋友的身份 去看网线的 然后你们之前有什么话 尽管说 说清楚了 兴许呢 他就不会像现在咱们别扭了 然后 你们感情的事呢 归你们感情的事 这也不妨碍吗 既然已经结束了 我希望结束得彻彻底底 我还有自己的生活 也不想他沉溺在过去 就告诉他 我是一个 忘恩 负义 坚毅 撕坚 不念旧情的 坏女人 让他彻底地 忘了我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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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事呢 就是这么个事 我相信你也听明白了 就是爱宝宝想见你一面 我 我们俩之所以呢 把你从这咖啡厅里叫出来 只要担心你弟弟 怕你弟弟那些暴脾气 说不通 不是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要不要跟我们交流一下啊 小的 你看啊 你平时对于陌生人 你都能抱有一个温柔的微笑 为什么现在对爱宝不行呢 何况爱宝是那些爱狗的一个人 咱不能这么残酷吧 不是 他 他不是这意思啊 他这情绪有点激动 你说毕竟兄弟受了伤是吧 其实呢 我们想的很简单 就是你呢 能以这个普通朋友的身份 去看哪一次 然后你们中间有什么没说完的话 把他说清楚了 兴许他就不能像现在这么拧巴 是吧 然后你们感情的事呢 归你们感情的事 这 这也都不妨碍 是 是吧 对对对 不是 他这是什么意思啊 没 没明白 那 那是答应了还是没答应了 我 我追过去问问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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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问 我发现这不说话是真急人啊 行吧 回去吧 是啊 回去吧 我 我都伤成这样了 他都不愿意来看看我 他 没说不来 他 没说不来 但是吧 也 也没说来 要 要不这样 你呀 就是安心养病 把你这伤养好了 你 你 你自己去看看去 好不好 嗯 你说这么恩爱的一段 他都走不到一块 是啊 您说最近都怎么了 个个都不顺 哎呦 干 干什么呀你 薛晶晶 哪 哪儿呢 进去了 那边 不是 薛晶晶来医院干吗呀 我怎么知道啊 看错了吧 不可能我还能看错薛晶晶 去去去去 喝点水吧 好了 好了 该走了 明天不是还有课吗 没事的 嗯 我让我妈先回去了 今天我来照顾你 哎呀 我这病啊 哎呀 这样拖下去啊 我宁可啊 早一点了断 算了 说什么呢 爸 我不许你说这样的话 哎呀 你不说 我也知道 多拖累你呀 你们这个年龄啊 应该是好好上课 好好恋爱 你看 上次 本该跟你结婚的那个男孩 你们说 什么感情不合适 我知道 都是我这个病情恶化 还有那十万块钱 爸 十万块钱我会还上的 你就别操心了 咱们好好养病啊 我不是说这个 我是心疼你呀 这么苦 还要打这么多份的工 来来来来 干 干嘛呀你 你 干什么呀你 放开我 干嘛呀你呀 我去跟他道歉去 道什么歉 你现在进点道歉去 你认识你这爸爸吗 你 你知道人爸爸得什么病吗 你知道徐晶晶跟着 照他爸照多长时间了吗 你就瞎进去 你 道什么歉 道歉 我不管 我就是要跟他道歉去 我误会人家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他有多难吗 我不管 反正我想清楚 我必须要跟他道歉去 哪怕他不理解我 我跪在那儿 让他抽我嘴巴的也好 直到他理解我为止 直到他原谅我为止 直到他原谅我为止 我就要跟他道歉去 你神经病吗你 你进去给人跪下 然后抽死你嘴巴的 自残 你不有毛病吗你 你啊 听我的啊 冷静行不行 先冷静了好不好 不是 你现在进去你 你说你跟人说什么呀 冷静了 冷静 我该怎么办呀 你你你 你不管怎么办 你你现在冷静了 搞不清这件事情来龙去败 咱再说怎么办 好不好啊 冷静冷静 大不了明天再来 明天再来好不好 来来来 行了行了明想清楚了明天来 明天来想想想想 想清楚了啊 不着急不着急啊 静静 静静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我说了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咱俩没有任何关系了 不是 静静 我错了 我对不起你 我给你道歉 我不接受道歉 放手 我不放手 静静 是 我知道你恨我 我也恨我自己 我恨不能自己 把我自己都抽一段 我知道是我的错 要不你打我 骂我也行 但我求求你 千万别离开我好吗 雷雷 你先松手 你能不能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你是我的话 我这么怀疑你 你会怎么想 我静静静在你眼里 就这么肮脏 不是我 我知道我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行吗 你 你有什么难处 你 你跟我说 咱们一块解决呀 我为什么不告诉你 因为我怕你担心 我怕连累你 你 不能 我说 我爸得了很严重的肝病 医生说需要十万块钱的医疗费 我们家为了供我上学 已经穷得叮当响了 我不知道 我从哪能弄到这笔钱 我没有办法 我只能去跟别人相亲 就是为了拿到这笔彩礼钱 给我爸治病 没有 后来 后来是婚礼吹了 人家让我还钱 我还不出来 我只能自己拼命地赚钱 打工 不是 静静 我也不知道你这么难啊 我要早知道你这么难的话 我肯定会想办法跟你一块解决 不是 对不起 静静 是我错了 我误会你了 我爱你 静静 我真的爱你 特别的爱 咱们过去的主要的过去好不好 从现在开始 咱俩从新开始 不再有任何隔阂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吗 就一次机会 就一次 好吗 来 来啦 你爸 怎么样 稳定一些了 静静 我觉得有件事 我必须得跟你去解释清楚 我要不说的话 我这心里边难受 什么事啊 你以前有个相亲对象 叫李爱宝儿你还记得吗 那 那是我哥们 从第一次跟你见面 也是他安排的 让我帮着报复你来着 但是我 我发誓啊 我从第一次见你开始 我已经喜欢上你了 后面对你也都是真心的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可以对天发誓 是 说吧 你接近我的目的就是为了报复我是吗 我没想报复你 我从第一次见你开始 我就觉着你根本不是李爱宝儿说的那种人 你们这中间吧 他肯定有什么误会 然后 后来我就慢慢喜欢上你了 也是真心喜欢你啊 不管李爱宝儿跟我说什么 我都决定我要 好好地跟你在一起 好好地对你 真心地跟你在一起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说的都是真的 真的得相信我 要不然我跳进黄埔江我都洗不清了 跳吧 你跳了我就信 不是 我跳没关系 关键你得信我 跳我就信 我跳了 我真跳了 跳啊 我不能跳 我得江湖数岁 我得把咱爸的治疗的费用挣出来我再跳 你放心 雷雷堂堂七尺男人 我说到做到 等把你爸的钱凑够了我跳一百回都行 相信我 就见了 我 我 你什么呀 我 我那那那 说呀 我 你连这点勇气都没有啊 有有有 我爱你 我没听见 我爱你 我没听听 我 我真的爱你 我真的爱你 有有点瞎血什么呢 这大喜的日子我必须得给他记下来啊 这这这什么日子啊 我跟薛晶晶 和好了 你你你你跟人家道道歉了啊 而且我还把爱宝的事也跟他说清楚了 这你跟人说什么呀 人人什么反应啊 反正我都跟他说清楚了嘛 我说从第一次见他开始 我就不信那是李爱宝说那人 后来对他的喜欢 也都是发自内心的 没有其他目的 就这样 那你俩这算是修得正果 那我得好好地恭喜恭喜你啊 谢谢谢谢 不过这事 天洛哥 还真得好好地谢谢你 你说要不是你在背后这么支持我 我咋走不到今天这步 谢谢谢谢 还有天洛哥 我跟薛晶晶商量了一下 我俩准备要去云南支教 吓我一跳 我以为你想跟我说 你们俩要结婚呢 去云南是吧 什么时候去啊 等他爸病好了吧 我们就去 行 我呀 提前先祝福你两个 永远幸福美满甜蜜 谢谢 谢谢 我要接个电话 你接 你接 奶奶 怎么了 我在店里呢 出什么事了 严重吗 严重吗 好 我这就过来 怎么了 我爸住院了 你这 你别转来转去啦 我都让你给转晕了 奶奶 天乐 你 你看 不是 怎么了这事 突发心脏病 一下子就失去了意识 这不马上就送医院了吗 怎么突然间就这样了 他心脏本来就不好 最近公司事有多 有几个单子出了问题 他一着急 这不 就成这样了 你们神神丽帽花的家属 好 我们都是 好 那你们跟我到办公室来一趟 好 你去吧 好 好 批查显示 患者的心脏功能 严重衰竭 如果患者的心血管狭窄程度 在百分之七十五以内 那么可以云药物治疗 但是现在他已经达到百分之八十 所以必须马上做心脏搭桥手术 心脏搭桥手术 听着挺可怕的 医生 其实 这种手术 已经是一个常规手术了 学名叫 冠状血管搭桥术 也就是说 在患者 冠状动脉狭窄不畏 近端和远端 建立起一个通道 使近处的血液呢 绕过狭窄部位 达到远端 从而呢 改变远端心肌供血不足的现状 如果手术成功 可以大大的缓解 患者的心脚痛 从而呢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和保持生命 那这个手术不会有问题吧 任何一个手术都会有风险 还有一些意见不到的问题 那成功率有多少啊 这个 这个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正常的情况下 一般在百分之九十 但是 这个患者他的情况比较特殊 他年纪比较大 又有心弹病史 心肺功能也比较弱 心衰趋势严重 所以 风险会更大 那像这这个情况 成功率有多少 百分之五十吧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十 那这个成功率这么低 我们怎么敢做呀 如果不做 成功率只有百分之零 行了 那我们做 如果我们做的话 那最快什么时候会手术啊 我们会尽快安排 这样 你们的案 现在就上面签个字 好 听了 有些话我想跟你说 说吧 这么多年 我一直想跟你说 但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你要是想跟我说遗产的事呢 对不起 我现在没这个心情 反正你要想怎么样呢 都可以 你的事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我一猜你就会这么说 今天这个事 也挺突然的 你爸爸这几天就觉得身体不湿 所以我劝他赶紧到医院来 他不愿意 他说年纪大了 最不愿意的就是去医院检查 他上次来找你 是不是让你替他接管公司 对 他找过我 没同意 我建议他呢就找你 而且你不是一直在乎 林太太这个位置吗 一直以来 我也以为我在乎 在乎这个位置 在乎的林太太这个称号 我跟林茂华这么多年 我以为 我充气量跟他只是大伙过日子 可是直到今天 他突然昏倒了 躺在医院里 我突然意识到 我跟他之间 我跟他之间 并不是大伙过日子曾经的 我看他躺在病床上 眼睛闭着了 我就特别害怕 害怕他就这么没了 害怕他就这么没了 我连最后一句话 都没能跟他说什么 如果可以的话 我不要这个身份 不要这个位置 只有我的丈夫 健康你 那不是 天乐 这么多年了 因为你的存在 我就一直没有安全感 所以我就一直在争 直到现在 我肚子里有了孩子 我更加无法停止 因为我要给我肚子里孩子 争取的更多 但是我却忽视了 最重要的一点 林茅花是我的丈夫 你是他的儿子 你离开他 会让他特别痛 本来我可以改变这些 但是由于我太自私了 我没有去改变 听了 其实当年那场车祸 你爸爸并不是没有救你妈妈 而是当时车身最终的一块车板 同时压着你跟你妈妈 他只能有一个选择 当时的痛苦你可想而知 你妈妈当时 伤得特别严重啊 他在寂静火迷的时候 求着你爸爸 求你 你说是我妈让我爸救我 让自己 在妻子和孩子中间做一个选择 当时的痛苦你可想而知 他 好累